阿们 圣主说 我是百姓的救援 他们在任何疾难中求我 我定要求领他们 永远做他们的上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圣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 我们继续听新道片 也有名的 失事 有定时 爱有时 恨有时 工作有时 休息也有时 建造有时 裁毁也有时 那这样让我想起 我在看我们大平林这里的 的历史 就发现以前在这里 就是我们都知道了 在这里有女子公寓 德华 女子公寓 但是那时候的公寓 我现在呢 如果用我的想象力 真的是应该很漂亮 有四栋 那这四栋呢 每栋六层楼 在庭院有水池 那想一想在这里 还是稻田 稻田 所以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里 那那时候说 这个是全台湾 唯一的 专为 女性的 公寓 从南部上来 求学或是 工作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安全的地方 给他们住 虽然现在我们看 现在呢 有十几层楼 几十层楼 但是 跟外面的其他的东楼 我们这里不算什么 那时候 真的是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棒 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呢 又是新的一个时间 一切有定时 我们自己的生活 现在呢 还活着 我们还可以做事 但是 时间会到 我们会离开这个时间 一切 有时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育 而我 思言 行为上的 或是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 众生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神圣人 和你们 各位教育 为我 请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搜尘我们 圣灵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道 上主求你垂搜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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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劳苦中得到什么利益呢 我观察天主给人类的职务 天主所做的一切都有适当的时间 它使人意识到时间的持续 但人仍不能完全明了 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一切 上主的圣典 感谢天主 上主 我的磐石应受赞颂 上主 我的磐石应受赞颂 它是我的力量 我的堡垒 我的干城 我的救星 它是我的盾牌 我的避难所 上主 我的磐石应受赞颂 上主 人算什么 你对他如此关怀 世人又算什么 你对他如此倦爱 他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息 人的岁月有如过眼云烟 上主 我的磐石应受赞颂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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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子来是为了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性命 为大众做赎价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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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得西明同在 公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有一天 耶稣独自祈祷 门徒同他在一起 他就问他们说 民众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西子肉汉 有人说是厄里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 复活了 他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 伯多回答说是天主的受负者 耶稣随即严厉祝福他们 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实际长和经师们排斥 并且要被杀害 但第三天他必要复活 上主的圣言 祈福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记得我们每次去朝圣 不是我们去年 去西班牙葡萄牙朝圣 我们要去朝圣之前 有行前说明会 那这个行前说明会 一方面是要告诉我们 准备什么 那些什么的 我们要注意那些什么的 另外一方面是要告诉我们 说我们所渴望的 跟那时候 跟到西班牙葡萄牙 实际的状况 的落差不要太大 所以我们是渴望是怎么样的 到了那边可能是另外一个 所以有这样的行前 说明会让我们有一些心理的准备 今天 耶稣带着门徒 耶稣不是带着门徒 他应该是在 祈祷当中 在祈祷的气氛 那他就问门徒们说 别人民众说我是谁 以后来他就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在马尔徒跟马豆 耶稣问这些问题 是在北部 他带着门徒们应该是往北 走了大概有四十多公里 到凯撒利亚 那耶稣问的在凯撒利亚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庙 应该是庙前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耶稣带着门徒们到这个地方 在那里就问门徒们 他是谁 在路教福音 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 是另外一个气氛 是在一个宁静的祈祷的时候 那我们问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祈祷呢 从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白天应该是教训人 白天应该有很多很多人跟随着他 所以他会利用这个时间来教导人 到了傍晚或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当人离开了回家的时候 耶稣就好好地利用这个时间 独自祈祷 所以今天的路教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 应该说在晚上 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 门徒们与耶稣在一起 非常宁静的时刻 应该说很隆重的 他祈祷的时候看到门徒们 他就问门徒们 民众说我是谁 那门徒们的回答 跟昨天我所听到的 在黑洛德的路教所描述 黑洛德所问的 应该是一样 有人说是若干 有人说是若干 若干复活了 有人说厄里亚 有人说古时 先知中复活了 所以一样 所以门徒们所回答的 跟在实际的民众所想的 大概是一样的 那耶稣就问他们 那你们说我是谁 柏德路就说 你是受天主的受福者 那天主的受福者 意思就是你就是墨西亚 所以他们承认耶稣为墨西亚 跟马尔古跟马斗 福音里面所描述的 后面的是不一样 马斗跟马尔古 是耶稣一听到了这个 他就说 你 你 柏德路 你所讲的 不是因为 因为是你自己的聪明 是天主提示给你的 以后呢 耶稣也讲了说 要把那个 祝福跟释放 也交给柏德路 在今天 没有 柏德路讲完了 后面的耶稣 没有特别 成长柏德路 那接着耶稣就说 人子必须 受许多苦 也说死亡 当时第三天 必要复活 他讲完了 这个没有像 马斗跟马尔古 耶稣一直讲完了 柏德路 就说 这件事 绝不能发生 在你身上 柏德路 也没有 怎么做 应该说 路加 他没有把 这一幕 写下来 好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我们看这个必须 以后 他死了 第三天 他必要 复活 那这个必须 这个必须 这个必要 应该说 天主的计划 就是这样的 人子就是一定要 去完成这样的 没有其他的选择 应该 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的 必须要走的 的路 那我们继续问的 那如果是必须 天主是真的是这样的安排 耶稣一定要死的吗 答案应该是 耶稣一定要死 那如果是这样的 天主这么的残忍吗 让他自己的儿子 要走这条路 而不是说 到了耶路撒冷 就这样的死 每一个人都要死 但是 他的死亡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方式 为什么天主要这样的安排 耶稣必须受这么苦呢 是因为 是一种教导 我们要爱人 爱别人的 应该要爱的多神 应该爱到流血 应该爱到死亡 所以这个的必须 就是要告诉我们 天主怎么样的爱人 天主的计划 爱人的计划 就是有这么神 到他拾起自己的生命 为了我们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要以爱 当作我们生活的基础 我们要学习 就是天主怎么样的爱我们 我们爱人 爱到心痛 爱到流血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 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民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 阿弥亚 终生事后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颖秀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引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分食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朝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历史尚未能受福音的大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脚脱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你们对我小兄弟忠义的所作意 你们就是对我错 当我几个小兄弟忠义的所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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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我小兄弟忠义的所作意 你们就是对我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